答案的话基本上都在第一个单元 单元1里面 所以单元1里面我们上一半 这个的答案在这里 103的 然后还有我们上一半要讲 计算那个什么 顿号的部分在这里 那今天的是在这里 那个四算表里面的复选 把它分割变单选 OK就是把它全部 本来是复选会有好几个选项 中间会用 这个什么符号呢 它就好像有用的一个符号 用逗点隔开 那我们就把它分开来 往下一时往下放 OK 这个方法的话 我把它拆成三个步骤来看 因为其实基本上 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不可能就一下子写 马上就全部都写到位了 所以通常一样 我们先解决的 先解决一个储存格的问题 再慢慢解决 整个全部的储存格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写出来 比较不会发生错误 所以我把它拆成三个阶段来看 那程式部分云端上也有了 我们第一个 这个按钮 我按下去 给各位看 基本上我按下去 这边就全部OK了 那它会一直往下放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它的数量一定会比原来的多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边是复选题 所以它变成一二三 那这边好像五个嘛 一二三四五 然后再往下 一二三四五 一直往下放 OK 那这边有个清除 那待会的那个练习 首先第一个 我这边先把我解决的方法 跟各位说一下 那我解决的方法 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叫Sprits OK 这个Sprits的话 基本上就是 有点类似像资料 要剖析 那当然第一个 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剖析的那个什么呢 剖析的资料在哪里 OK 我们是在 假设老 我们先找一个储存 给他剖好了 不过如果我今天先找 我剖 应该是先抓 OK 假设老 我们今天先以这个 这个储存格当成 我们要剖析了 那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在第三好了 OK 所以我这一个 这个程式里面 我把它改一下 这边假设改 改成第三 OK 那这边改成第三 那这个时候的话 前面你必须要 有一个变数去接 那我讲过 切之后的话 回来就是一个阵列 OK 那这个阵列的话 我们假设希望 让它一个一个跑出来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我上前面有讲过 如果说你不知道 说这个跑出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 内容的话 或者是说你要知道说 像Splitter这个函数 它有什么用途 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按F1 VPA.Splitter F1 这边按F1 它就会跳一个说明 它跟你讲说 那你需要给我什么东西 语法就是一个Splitter 然后你要给我 你要剖西的东西 后面中瓜胡是没有 没关系 没有的话 它就是自己针对 那个符号去剖 如果有的话 你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斗点 比如我们中心加斗点 你可以把它剖开来 那剖开来之后的话 它会回传 会回传以灵为基础的一个 一为阵列 意思就是说 它是从灵开始的一个阵列 OK 然后大概这边有相关说明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至于当然使用的范例 这边也有 有时候如果你看不太懂 你可以让它的范例来试试看 那里面的话 好像有提供一些 这个 这边有个叫U棒 它边也有用到U棒 所以有时候从范例里面呢 它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些 其他的使用方法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怎么去 做那个剖开来 这个动作 如果说你不确定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我建议你可以用 我之前讲过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 检释里面有一个叫做 什么呢 即时运算试窗 即时运算试窗 如果你前面加个问号的话 就是列印出什么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打一个问号的话 你直接把这个动作 直接在这边执行的话 那它就帮你把那个 D3里面的东西 切到这个array的变数里面 所以D3在这里 总共1 2 3 对不对 所以你把它不用问号 Enter 这个时候呢 AR的变数就产生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个问号 AR小瓜糊 0 后瓜糊 特别是哦 你上面是执行那个动作 它已经帮我把 这个储存课里面的内容 切到这个array的变数里面 那如果说我要取得 这个阵列里面的第一个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问号 print8 第一个东西帮我列印出来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东西 你会发现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有没有 那如果你这边的话 再输入1的话 因为从0开始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Enter 你会发现 这里面就放什么 VBA入门解说 如果你放什么 放这个 有没有 VBA与资料库 当然了 如果你输入3的话 怎么样 因为它里面没有3 没有第4个 所以Enter 它会出现说 执行阶段错误9 所以以后你看到 执行阶段 表示说 你输入那个数字 超过了那个阵列的范围 有没有 它底下 阵列所以 有没有 超过范围的 里面明明就012 你怎么给我3呢 对 就不对了 OK 所以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 很重要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说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个array 这个array 它里面的大小 OK 到底呢 最大是多少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ubound u b o u n d 前刮壶 然后呢 后刮壶一下 OK 这个函数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 你不会这个函数的话 你是无法知道这个阵列大小 那你就没办法做处理 那Enter的话会得到什么 Enter 它会给你2 2的话意思说 阵列的那个 所影值最大的就是2 OK 所以这个哦 你可以透过这个ubound做什么 那我就跑个回圈就好了嘛 for i 什么 等于0到ubound 这个阵列大小 那不就可以了 把里面的值通通取出来了吗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特别是哦 你可以结合两个函数 Split 切割到一个阵列 第二个如果你要取出来的话 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用这个array的这个 AR刮弧0就是刷第一个 1 2 有没有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 再写其第一阶段如何切 然后把资料抓出来 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假如说我希望 先练习怎么样 先练习一个动作 我希望把D3的这个资料 帮我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G栏的 也许3 从这边猜3开始 3 4 5好了 就帮我放到这边来好了 也许我就写这个动作 应该不复杂了 当然如果你这个写完之后 你再去写下面的 就会越来越顺 你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一步 那我们写的方法 当然第一个 我就是怎么样 先用这个 我先在这边加一个sub 叫做资料切割好了 然后切割什么呢 我就把这个 VBA Spritz 哪个呢 D3 所以我就用 Sales 第三列的A 豆点 然后后面就要切割 是按照豆点 帮我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的话 我放哪里呢 当然我现在如果不跑回圈的话 我可以用那个 用这个方法 用什么 用D 这边改成D 这边改成D 然后应该是放在G 所以这边改成G 因为我要放在哪个位置 放在这里好了 G3 G4 G5 所以这边的话就改成G 意思就是说我要一个一个往下放 然后放的位置刚好是345 所以把列号把它变更一下 345 OK 那这样的话让你执行 它就会怎么样 切割完之后 放到这边来 试一下 执行 有没有 诶 345 345 稍稍改一个 可是问题 这样好像 就是已经有一个 大概 这个地方这三行其实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回圈 所以你可以在第二阶段 把下面这边 改成一个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话呢 你可以用FORJ 因为当然将来我们那个I会用到 所以我FORJ 写的方法的话如果要向下填满的话 我们可以讲FORJ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从1从0开始 当然你不能直接打个2 因为打2 如果后面的数量不一定是2 那怎么办 你可以用刚刚讲的UBOUND 这边打UBOUND UBOUND 然后去算一下这个阵列有多大 Enter两下打一个NAS 然后在做什么呢 帮我把那个阵列放在哪一个位置呢 放在SELS这个SELS 的第几列呢 345 那我特别 我们可以把J怎么样 J这个数字可以加上3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在下一个不是就1 这边4 然后后面的这个G一样是G 等于什么 等于array 的第1个就可以了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我把这边清掉 那这样的写法呢 基本上 就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我们刚刚那个写法一样 这个写法等同是把这个写法变成一个回圈 那执行给各位看 应该理论上没有问题 执行 OK 好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呢 如果你可以做出第一阶段 那下一阶段的话 就是什么 在外面一个回圈 就是佛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的列 然后一个一个的帮我往下放 这是问题来的哦 主要是这个列 那 这个列数的话 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以前我们用个K K等于2 然后每放一个就K等于K加1 一直往下放 这个程式会写出来 所以我后面第三阶段的程式怎么写 基本上哦 有没有 这边多一个K 那外面的话包一个什么 for i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程式都一样 切割 把那个低栏的东西切割 然后一样放到这个阵列里面 关键地方就是什么 K等于K加1 所以初始值K等于2 那这边的话K等于K加1 一直往下放 然后NAS 这样的话程式全部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这个程式的话 云端上也有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他一样我把这个RUN一下 请各位看 这个基本上 直心 全部都OK了 程式不多啦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因为这边之前都有用过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 这边有个NAS 这个中间这个部分是刚刚写过的一模一样 就把这一些搬过来就好 外面包一个K等于2 初始值的列 K等于K加1 就大功告成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 切一下